夏天是不是经常这种又细又长的腰带是我们另一位最高搭配最高的那种单品 但是像这种单品吧 如果记得过好方法就很容易显得很勿索 所以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几个方法 针对这种又细又长的腰带 我们怎么记得才会更精致又理由 第一个方法我们就先从最简单的方式开始 这种就是适配于所有感觉自己腰带太 就是那种新腰带太长的 你们都可以听懂 就是我们直接把它穿进去 然后呢 卡在我们觉得合适的位置之后穿过来 这边不是穿右偷的吗 那我们就从里面看哦 然后抛然后绕到前面这样塞进去 这种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方式 第二个方法就会比它稍微再复杂一点 但是也会更细节一点 就是同样的方式把它绕到我们觉得合适的围度之后卡住 然后呢绕两圈绕上来再来一圈 就是一直被推荡绕上来之后最后一圈 这种是很适合那种不要再太长的 我们就从中间穿过来穿到夹 接着这种剪 接下来就是这种比较细的腰带 这种很适合那种陆下风的 想要在它打出那种画面穿 打去一个结完之后 我们就直接打一个圈上去 然后打开打就正常上去绕过来 然后这个地方往下捏从上面穿过来 然后以此类推不用捏太大 以此类推就可以 换在腰带的三分之一处就可以 我就可以把这个筋带给它托出来 然后就把它扣在我们的腰上看哦 围在这个地方把它扣上来 然后这边我们就可以直接拿个结 你看哦 其实同样都是一个细筋带 但是我弄的方法不一样 它出来的感觉也不一样 所以我们穿它的时候就需要这种小细节 你们记得点赞收藏起来 不然下次要用就知道了